反正我觉得我应该会跳槽 我的阻力灯光应该会把它改成 哈喽大家好 我是无影像的West 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聊一个蛮有趣的话题 就是灯光的品牌 曾经在一个专业灯光师影片里面 他有提到 灯光的品牌不建议混搭 因为每一家的基础颜色都不一样 其实我也是一直遵守这个原则 可是每个品牌都有它厉害的地方 真的不能混用吗 或者是你混用了之后 会影响多少呢 我觉得这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探讨的 目前市售的COB灯 最强势的品牌应该就是爱图示跟南光 那它的CP值也最高 我们也就针对这两个品牌来测试 不过手上还有一盏解释冠冰器的 SKILL Sunrise 200双色温 就这一盏 这个 然后它是早期啊 就做到这么小的COB双色温的摄影灯 而且保证它的出力啊 黄色跟白色它都是200W的出力 但是科技啊真的进步的很快 两年过去了 它完全被超车 原则上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啊 那既没有办法遥控 风扇的声音超大声 而且它全出力开久了还会断电 这是我目前遇到的问题 不过我就把它当备用灯 因为我是南光的用户啊 所以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牌子系列的产品 那它主要有两条产品线 一个是高单价的FOLA 跟平价的FS 虽然FS它是平价系列 不过它的外观啊 这里 依旧是碳纤维跟铝合金 比较耐用啊 FOLA系列可以独立关闭它的风扇 所以在急需安静的环境下拍摄 我觉得很好用 可是它的出力就会降低 那我又买过FOLA的300 很优质的灯 可是它有个问题啊 它是我卖掉的主要原因 老实说不是它不好 而是纯粹我个人使用者的感想 第一个 它的变压其实真的做得太大了 不过它可以装上VGUAR的电池 放在灯架上很方便 要更改 灯光的出力也很快 也可以让灯架比较稳固 不过如果你今天要用在婚礼的拍摄啊 因为我们婚礼的拍摄啊 要一直移动 一直转场 那拆拆装装 加上它收纳起来光西形箱就这么大 老实说啦 在能力不足的情况 其实移动起来真的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最后也把它换成F-S系列 就跟上这一盏 一样是300W的出力 不过呢FOLA系列的COB的灯蕊 它设计跟F-S不同 所以原则上FOLA还会更亮 那F-S啊 它没有吸形箱 也没有变压器 它只有一条线 它没有办法外接电源 所以顾名思义 它是建议棚内使用 不过我最后还是选择了它啦 主要是因为它的收纳真的比较方便 那也没有变压器 容易携带 不过就是要注意 头重脚轻的问题 因为装上去下面 脚架下面就没有东西 蛮容易倒的 这一点就真的要注意 如果有人问F-S200跟F-S300 我要如何选择呢 那原则上是这样子 灯啊永远不够用 所以越大越好 F-S200 200W 只比F-S300 300W 小一点点 然后它又没有像 爱蒙拉200个时 它体积这么小 然后再加上F-S啊 它只有单色温 HUNI的拍摄啊 其实环境很极限啊 虽然单色温可以上色片来改变颜色 但是我还是觉得不是很方便 尤其在快速的HUNI拍摄节奏中 一键改色温 我觉得才是王道 尤其上了大型的柔光照啊 单色温几乎没有办法改变颜色 这也是我开始思考 跨品牌使用 因为爱蒙拉200X 真的很像 在聊爱蒙拉200个时之前 我先说一下 为什么会卡在南光这个牌子 应该是这盏灯的关系 我之前有比较过相同的爱蒙拉60X 那佛拉60B啊 之所以我会爱不释手 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方便 它只好有电池把手 然后再加上F970的电池 到哪里都有光 爱蒙拉60X啊 你在装上F970的电池之后 它是没有办法全出力到100% 甚至80以上它就会自动断电 所以它就会变成有点可惜 然后再加上F960的卡扣比较小 所以它的所有的配件都比较小 那更容易在婚礼的时候使用 不过全出力依旧不足 不过南光这个牌子 它没有比F960大 比F9300B小的双色WinCOB灯 所以200X一直就是我很想去测试的灯光 爱蒙拉200X它整体来说它是塑胶 然后它没有吸行箱 因此它的定位很明显 棚内使用 不过因为它的体积很小 收纳很方便 变压器也很小 所以我觉得拿来拍婚礼 感觉很棒啊 然后它没有办法关闭它的风扇 不过我觉得它本身的风扇声音超级小 我觉得有没有关 没有什么弱差 那爱蒙拉200X啊 它一开机之后 温度蛮高的 我觉得甚至它会烫冷 那相对的 南光的温度就比较低 南光它没有APP可以控制 目前好像就只有最新的FOLAR150有 那我们要用这个控制 这个遥控器 当初我一直认为 这个遥控器很方便 可以控制所有的南光的灯光 不过自从上次在拍片现场 用了爱图斯的APP之后 才发现用一只手机 控制所有灯光的所有阐属 是多么爽的事情 像这个遥控器 它其实就只能调整 大小跟色纹 没有太多的功能啊 然后爱图斯它的APP 甚至可以控制它的特效 不像是南光 特效按钮 坐在面板上 超级容易悟出了 你看 不小心一碰 就变闪光灯了 好OK 我们来看一下 我最在意的颜色吧 这个是艾蒙娜200X10 那这是南光FS300 这是Sunray200 Fora60 我们以艾蒙娜200X为基准 我们先来看一下Sunray200 很明显看到它的颜色偏粉 两个颜色是有落差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FS300 很明显可以看出FS 南光这个部分它是偏绿 而且还蛮绿的 最后我们看一下Fora60 Fora60的部分 一样是一点点的偏绿 不过没有FS300的严重 但整体来说 艾蒙娜200X10跟Fora60 两个颜色搭配起还可以 然后我们看一下 同品牌的Fora60跟FS300 虽然是同一个品牌 可是我发现 颜色竟然有点点落差 FS300还是比较绿一点 OK 我们来看一下实际的拍摄现场 这个是我这个月到的一支广告片 我们一共在现场打了12盏灯 如果我们品牌混用的话 肉眼看就可以明显看到 颜色上的落差 所以在商业案 真的比较不建议品牌的混用 OK 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聊的 跨品牌灯光的使用 对拍摄现场到底有没有影响 老实说有 我觉得拍摄商业案 完全不建议跨品牌使用 建议使用同一个牌子就好了 那毕竟颜色真的会有落差 不过 因为我不是专业的灯光主 以婚礼录影来说 我反而更重视的是拍摄的便利性 以及一动的快速 反正 这些灯光的品牌的灯 光值都非常的优秀 顶多在后期 做一点颜色的矫正 OK 以上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反正我觉得 我应该会跳槽 我的独立灯光 应该会把它改成 爱图示了 艾莫拉210 CP值真的非常的高 我应该会把 艾莫拉210 跟佛拉60 这两款的灯 一起使用 反正就刚刚的测试结果 其实没有落差非常的大 如果大家对于灯光 有不同的看法 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看看 我是无影响的Western 那我们就下次见哦 拜拜